下半年科技新产品进出 那随着德国消费性电子大展登场 台湾的双A各自使出了机海策略 寄出了平板还有大尺寸手机来抢攻市场 大陆的笔电厂商联想不甘示弱 他们推出的是变形平板 也喊出在2015年要超越惠普 拿下泛欧PC市场第一名的位置 华硕8寸Memopay支援10点触控 机身重量只有350公克 搭配500万花束相机镜头 新一代7寸手机平板 搭载英特处理器Android 4.2作业系统 电池续航力最高达到10个小时 一把大展华硕使出机海策略 一口气发表7款新品抢攻市场 整个上半年大家都认同说有一些修正 但是我们觉得下半年应该看起来会更好 卯足全力推新品没有让华硕专美于钱 宏基寄出6寸大荧幕的智慧手机Liquid S2 预计第四季上市 另一款则是采用联发科晶片的10寸平板电脑 Iconia A3 宏基表示为了冲刺今年行动装置产品 预估今年Google相关产品营收比重约10%到12% 明年将拉高到20%到30% 另外联想也不是省油的灯 EVA展上推出新款两代Ideal Pay Yoga 采用视网膜萤幕解析度 从老东家宏基跳槽到联想范欧操盘人蓝旗 甚至喊话 2015年将超越惠普 拿下范欧PC第一大 也更加加重双A压力 林宋春夫 Tapdow Tapdow